近期随着桃林铁路路然火化工程陆续完工 平坦的人行步道也成为许多民众休闲运动的好趋处 而11元储村来为了完善行动不便的民众通行需求 因此透过在日前争取设立无障碍坡道 并且也陆续施工完成 我们当初要求桃林铁路能作为车辆进出的使用 目前市政府也听从民意代表的意见 把本来不足8米的道路已经拓宽了8米 现在整个车辆进出方便了许多 那当然目前施作起来的一些相关的设施 还有一些不能符合地方的需求的部分 我们也要求这个节空局一一来改善 包括我们有这个通行的人行道部分 这个通道桃林铁路部分 做这个坡道的一个改善 这个大部分也改善完毕 桃林市议员储村来除了先针对无障碍坡道进行规划以外 同时也向市府争取六幅路及油管路十字路口的拓宽工程 并希望透过将路旁的排水沟加盖及划设红黄线等方式 且往要提升当地的交通品质 从这个六幅路往这个长安路这个方向 其实目前还是没有拓宽 有一些石柱还是影响这个车辆的通行 后续我们也会要求市政府 就这边是不是用水沟加盖来拓宽这个道路的路面 还是用这些警示的这些方式 来提醒驾驶人经过这路段要先行注意一下 为了防止这样的一个未来这个违规停车的状况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交通局来这边做一个黄色或红色的画色 让这个违停的部分能减少 油管路虽然已经有部分路段拓宽为8米道路 不过在六幅路旁的油管路仍然道路狭窄 且一旁的石吨因为颜色到了夜间不易便士 因此也造成碰撞意外的发生 对此西元储村来希望市府能将石吨油漆 借此保障民众的行车安全 记者网络军团报道